我是一款男性仿生机器人 只要我彻底爱上了一个人 我就会变成真正的人类 沈嘉宜就是我的爱人 而在我即将变成人的时候 她却切开了我的头颅 挖走我的芯片 去救她成为植物人的白月光 反正你是机器人 伤口会自动愈合 但子安有了你的芯片 才能醒过来 我必须救她 可她不知道我没了芯片 也会死 再次睁眼的时候 我竟出现在了医院里 明明上一秒 沈嘉宜还在对我甜甜的微笑 和我计划着去旅游的事情 我正对她突然的亲近感到窃喜 但下一刻我就毫无防备 弟被她关闭了身上的按钮 昏睡前我只看到了 沈嘉宜疏远的侧脸 当我昏昏沉沉地从地上站起时 却看到沈嘉宜满眼心疼地 抚摸着陈子安的脸 我难过地瞥开眼 我该明白的她 心里一直都只爱着陈子安 她坐在病床旁边 一个眼神都吝啬分给我 子安如今这个模样你满意了 我震惊地看着她什么意思 你觉得是我把她害成了这个样子 沈嘉宜冷笑一声 慢慢站起身难道不是吗 子安的父母都说了 在货车撞上的那一瞬间 是你将她推了出去 她冷漠的语气让我感到苦涩 不是我我没有理由推她 你有你嫉妒她沈嘉宜突然朝我吼道 因为你嫉妒我喜欢她 嫉妒她能得到我的爱 而一直想变成人类和我结婚的你 就因为这样害了她 她变成植物人都是因为你 她冷冷地看着我眼里 是化不开的闲雾 我沉默了 沈嘉宜说得不错 我确实嫉妒陈子安 嫉妒她那么轻易地 我直直地盯着沈嘉宜 颤抖着嗓音问她 嘉宜难道我在你心里 就是这样的人 沈嘉宜的脸上 闪过一丝犹豫 但转瞬消失 你伤害了子安 就必须受到惩罚 现在你对着子安跪下 我难以置信地瞪大双眼 什么我让你跪下 沈嘉宜冷酷地 对着我发出指令 我根本就没有做错什么 我为什么要向陈子安下跪 但身体内早已设置好的 必须遵从沈嘉宜的程序指令 让我不得不跪了下来 沈嘉宜满意地笑了 给子安清理身体 命令一下 我被迫挪动到床前 我脱下陈子安的裤子 给她擦拭着下半身 污秽在眼前 曼开刺鼻的味道 让沈嘉宜也转过了头 她命令着我擦干净一点 我的手一顿接着用帕子 一点点地擦去 她大腿间的污浊手帕 被迅速弄脏 我的手指也不可避免地 沾上了会晤 难闻的味道 刺激着我的鼻腔 我竭力忍住 但沈嘉宜还在一旁 不停地嘲讽我 你的动作慢下来了 让子安难受了怎么办 怎么看到子安的身材 比你好又开始嫉妒了 我记得 你们每个男性机器人的身材 都是固定的吧 子安的尺寸比你大 照你那小心眼的样 怕是又觉得不舒服了吧 沈嘉宜的揣测和讽刺 让我心脏一痛 男性的尊严 被她狠狠地踩在了脚下 看着陈子安肮脏的那处 我不自觉地用力捏了上去 她的一生 那个东西在我的手里 软成了一团 连成为植物人的陈子安 也在睡梦中皱起了眉 沈嘉宜尖叫你干了什么 那里软绵绵地耸趴着 沾满了屎尿 我终于忍不住呕了出来 沈嘉宜几步就走到了我的面前 朝着我的脸狠狠删打 夏阳你必须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 我命令你取出你的芯片 让子安醒过来 我捂住脸呆愣在原地 嘉宜在说什么 她要我的芯片 她知不知道我没了芯片 会是什么后果 嘉宜不行的我不能给她 我不能没了芯片 沈嘉宜却是一脸失望 夏阳你真的太自私了 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你害了子安就该补偿她 况且我就只是要借用一下你的芯片 又不是要你的命 你把她害成这样 即使赔上性命也是应该的 她理所应当的语气让我不知所措 我的芯片被借到人的身体里了 还能还得回来吗 我红着眼抓住她的衣袖 企图让她有一丝丝的怜悯 嘉宜我真的没有害她 我不能失去芯片不然我会 够了 沈嘉宜不耐烦地甩开我 你别说你会死 我是不会相信的 我无力地捶下手 再多地解释也难以说出口 她俯视我冷漠地用手指着我不容智慧 我最后再说一遍 我命令你取出芯片 话音才落下 她就甩给我了许多工具 铁钉铁锤电锯我苦笑一声 原来她早就做足了准备 既然这样我又何必再反抗呢 在沈嘉宜下达命令的那一瞬间 我的身体立刻遵从起来 先用铁钉和铁锤 把你的脑袋敲个缝 按照她的指令 我开始拿起工具往头上敲打着 一下又一下蓝色的血液 顺着我的脸庞往地上滴落 头皮被钉锤砸得慢慢撕裂 里面露出了淡淡的蓝色光芒 沈嘉宜满意地勾起唇角 现在用电锯割开那条缝取出芯片 小心点不要把芯片弄坏了 我忍着痛拿起电锯在脑袋上比划着 但因为看不见 我只能慢慢摸索慢死了 沈嘉宜低声咒骂 然后抢过电锯 开始沿着我头上的缝隙切割 血流得更多了 我咬紧牙关 但还是溢出了几声疼痛 沈嘉宜看到了吃笑一声别装了 你是最顶级的仿生机器人 不怕疼痛伤口也会自动愈合 没用地下扬 你现在做出这个样子 无非就是 想让我联系你几分可惜 你不是子安 陈子安他才是人 只有你的芯片 才能让他从植物人的状态中苏醒过来 他救过我这次 我也必须救他 是啊 我不是陈子安 不能得到他沈嘉宜 一丝一毫的恋爱 沈嘉宜加快了手上的速度 终于咔嚓一声裂缝被打开了 他兴奋地取出我脑子里装着 但那张泛着淡蓝色光芒的芯片 头也不回地走了 可那是决定仿生机器人生死的芯片啊 没了他早已设定好的程序 会判定我成了废弃机器人 自毁模式就会启动 他不知道我的身体已经开始漏电了 我费力地站起身 亮腔地跑到隔间躲了起来 我看了看 逐渐发黑的手指 庆幸地笑了 幸好嘉宜没有看见我现在的丑样子 隔壁陈子安因为止入了我的芯片 很快就醒了过来 沈嘉宜抱着她痛哭 向她诉说着这些日子以来的思念 我静静地听着她 向另一个男人表达爱意 心脏泛起了密密麻麻的疼痛 她带着陈子安回家了 我拖着沉重的身体 也悄悄跟了回去 透过玻璃窗 我看见沈嘉宜 迫不及待地吻上了陈子安 眼里是我从未见过的炙热 我想阻止她 可我又有什么资格呢 我低头看向自己的脚下 专属于仿生机器人的蓝色血液 流淌了一地 如沈嘉宜所说 我确实不拒疼痛 伤口也会很快愈合 但那是爱上她之前 她不知道现在的我 其实与真正的人类 没有多少差别了 我会疼会流血也会死 就如此刻 以往为我提供能量 这电流现在却成了折磨我的力气 我疼得倒在了地上 竟弯着扭曲着 我死死咬住手 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响声 直到一阵滋滋的电流爆炸声后 我彻底报废了 我死了 死在了我即将变成人类的那一刻 死在了我最爱沈嘉宜的这一天 但出乎意料的 我竟然以灵魂状态 缓缓浮在了半空中 地上焦黑的尸体 混着红蓝色交杂的血液 惨不忍睹 看着宛如普通血液的那一抹红色 我缓缓闭上了眼 我想象过我会变成真正的人类 和沈嘉宜幸福快乐地过完这辈子 只是没想到 我最终死在了她的手里 窗边拥吻在一起的两道身影 因为刚刚的爆炸声张望了过来 但下一秒 陈子安又勾着 沈嘉宜继续了他们的热吻 他们看不见我 迷茫无措裹挟着我 我下意识地穿破窗户 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犹如一阵凉风扶过两人 终于停了下来 陈子安搂着沈嘉宜 将头靠在了她的肩上 她问嘉宜下扬的芯片给了我 她不会有事吧 沈嘉宜听了她的话满脸不屑 她是机器人 同皮铁骨的 能有什么事 过不了几天 她就能毫发无损地 出现在我们面前 她温柔地抚摸着陈子安 脸上全是我不曾见过的柔软 别的不说 他们机器人的学习程序 倒是挺厉害的 能完全模拟出 国家级厨师的味道 到时候你想吃什么 我让她全做给你吃 看着两人亲密的画面 我还是感到了悲伤 原来还没彻底长好的心脏 即使是死了 也依旧能让人感觉到心痛 我想离开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能跟在沈嘉宜的身边 一次次地看着她和陈子安恩爱 一遍遍地听着他们贬低我 嘲笑我 我这才知道妄想成为人类的 我在沈嘉宜的心里 是这么地不堪 可明明以前 她不是这样说的 我最早是陪伴型机器人 被沈嘉宜的父母买回去之后 遵循的指令 就是陪伴和保护沈嘉宜 我陪着她慢慢长大 看着她从稚嫩孩童成长 为豆蔻少女 在她父母不在的日子里 在她遇到困难的时候 都是我一直陪着她帮着她 渐渐地 我成了沈嘉宜最好的朋友 她曾经拉着我仰头 期盼你是真正的人就好了 这样我们就能一直在一起了 我发出疑问 机器人就不能和嘉宜 一直在一起吗 她委屈地摇头 要是你变成了人 我就嫁给你 到时候我们才能 永远陪伴着对方 那我想要变成人 我机械地点头 我想永远陪着嘉宜 沈嘉宜开怀大笑 要成人得先有名字 我喜欢夏天 你又像一道阳光一样 一直温暖着我 那就叫你夏阳好了 我僵硬地裂开嘴角 好夏阳 喜欢夏阳这个名字 陪伴沈嘉宜 是我从始至终的使命 但从那时起成为人屈 沈嘉宜就成了我的执念 夏阳夏阳不满地喊声 响彻屋内 也将我从回忆中拉了出来 沈嘉宜找遍整个房子 都没发现我的身影 她找到了我死之前 存留的那片草地 那里已经空无一人 只留着一滩干涸的 红蓝色血迹 看来是总不把我的身体 运走了蓝色的血 沈嘉宜轻蔑地说 我就说她肯定回来过 刚开始表现得多清高 最后还不是要回我家 她抱着双臂 望了望四周 神情不耐 不知道又跑哪儿去了 但下一瞬 她就被递上了那 一点点红色血迹 吸引了目光 有红色的血 夏阳难道真的变成了人 陈子安从背后 拥住沈嘉宜 语气落寞 那你是不是就要嫁给她了 我记得她一直都想娶你 沈嘉宜转身拉着她 她变成人了又怎样 本质上也还是机器人 让我把一个冷冰冰的机器人 叫老公 还同她亲热 那我不成变态了 她摸上陈子安的脸 深情地表白 我一直想嫁的人 只有你 只有你陈子安 才有资格做我的丈夫 我凄惨地笑了 原来只有我把成博当了真 两人吻了好一会儿 才想起吃饭的事情 沈嘉宜又喊了我几声 还是没人应答 她气急败坏地 操控着手机上的程序 但依旧没有反应 我静静地看着她 这指令 还是我专门为她设置的 只要她想见我点开程序 无论我在哪儿 她都能知道我的位置 我也会立马给予回应 可这次 不管她怎么操作 我都不会有任何回应了 沈嘉宜失了几次后 放弃了 咬着牙说 我还说让她给你做饭 也不知道她死哪去儿了 陈子安问夏阳 不会真的出事了吧 沈嘉宜面上慌了一瞬 随即不在意地摆摆手 怎么可能 她那种机器人 不会受伤 不会死 就跟怪物一样 怪物她居然是这样看我的 那个以前 总是说着机器人和 人类会是永远的 好朋友的女孩 终究是变了 陈子安看了她一眼 低着头叹气 都是我不好 要是我像夏阳 一样不会生病 不会死就好了 那样我就可以 永远陪着你了 似曾相识的话 让沈嘉一愣了一下 她目光闪了闪景 接着抱住陈子安 如果一个人不会死 那在世上也太孤独了 以后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至于夏阳 你也别太担心了 她就是在我身边待久了 以为自己就是个真正的人了 就因为我拿了她的芯片 她居然还跟我耍脾气 等她出去个几天 她就会死皮赖脸地回来了 我用了她的芯片 她不想看到我是正常的 陈子安抿着唇 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消气 我还要当面谢谢她 给了我芯片 沈嘉一哼了一声 冷了目光 应该让她给你道歉 你都回来了 她也不出来见一见你 等她回来 我一定好好教育教育她 我在旁边 冷冷地看着两人的一唱一和 到现在 他们都只觉得 我是生气跑了出去 我突然有些好奇 如果沈嘉一知道 我是被她拿走芯片而死的 她会后悔吗 她会认为自己错了吗 她会有一丝的难过吗 我不知道 她到底对我有没有过一点点的真心 她和陈子安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 沈嘉一长得好看 又是富家小姐 是整个学校男生心目中的女神 可她不喜欢别的男生靠近 只有我能一直待在她的身边 但陈子安出现后一切都变了 她处处与沈嘉一作对 一会儿觉得 她仗着家里有钱针对穷学生 一会儿又向她展示 自己不畏强权不服输的精神 渐渐地沈嘉一被她吸引了 她为了陈子安 没日没夜地练习芭蕾舞 只为她口中的一句 冒着与上山找离家出走的陈子安 哪怕摔落山崖断了腿 也要坚持安慰她 陪着她 经历重重困难后 两人恋爱了 那时的我 在看到他们拥吻的场面后 我只觉得机械做成的心脏 好似生了秀 在胸腔里转得发紧 可是后来 沈嘉一的父亲因为破产跳了楼 她母亲也跟着割腕自杀了 曾经贤富爱萍的陈子安 也迫不及待地跟她提了分手 一时间 沈嘉一从风云人物跌落泥潭 没了亲人 爱人 她选择自杀 她跳河 我就冒着漏电的风险拦住了她 她跳下楼 我就在下面牢牢接住她 哪怕是坚硬的机器人外壳 也被冲撞得出现了裂痕 但我没让沈嘉一看见 一天24小时 我时时刻刻都盯着她 一直陪着她 安慰她 不知过了多少个日夜 沈嘉一从一地的烟头 啤酒罐中抬起了头 她用力地抱住我 就像抓住了唯一的救命稻草 她大声地哭了出来 下扬 我只有你了 看着沈嘉一的样子 我的那颗心脏更加发酸 我向她承诺 下扬会永远陪着沈嘉一 沈嘉一慢慢地从悲痛中走了出来 她用我教给她的技术 重新将沈嘉的产业发扬光大 她在外打拼奔波 我就在家把饭做好 等待她夜间的回归 不知不觉的 我竟渐渐地生出了几分 我们已经是夫妻的感觉 我好像 真的在慢慢变成人类了 我隐瞒下这个消息 想要等我彻底成了人类后 再告诉她这个惊喜 但沈嘉一25岁生日的那天 陈子安出现了 她孤零零地站在窗子外边 手里拿着沈嘉一 亲手做的定情戒指 沈嘉一装作不在意地扭过头 可还是在看到 陈子安白着一张脸 咳嗽的时候悄然红了眼 她落寞地转身离开 沈嘉一捏皱了膝上的裙子 挣扎几番 还是追了出去 两人在雨中争执 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沈嘉一对陈子安还有情 我紧咬着嘴唇 但感觉不到痛 唯一痛的地方就只有那颗 越来越像人的心脏 我沉默地坐了一会儿 最终拿着伞出去了 我给她打着伞 听着他们互足忠肠 两人越靠越近 似乎都没有听见 我身上已经响起的电流声 我看着淋了雨的肩膀 已经开始泛黑 我终于能感觉到 除心脏外其他部位的疼痛了 这是不是说明 我越来越像人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刺眼的亮光直冲着我们而来 杀不了车的司机 一个叫着按着喇叭 沈佳怡反应很快 下意识地就拉着陈子安往旁边躲 可他们的速度 怎么比得过机车而来的大货车呢 眼看就要撞上了 陈子安忽然看了我一眼 咬咬牙 转身张开双手 将沈佳怡护在了身后 我知道他是在赌 我一定会救沈佳怡 他赌对了 因为我必须照顾 保护沈佳怡啊 我用力推开沈佳怡 他倒在旁边晕了过去 慢了一步的陈子安 被吓得迈不开腿 这么短的时间 我只够将沈佳怡推出去 但陈子安要是有事 佳怡肯定会伤心 我挡在他的身前 用自己的身体迎了上去 咚咚两声 我和他都被撞出了几米远 我的零件散得到处都是 我第一次体会到了 痛不欲生的感觉 而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总部已经将我维修得差不多了 还将我升级为 顶级的仿生机器人 脑子里的那块芯片 将会决定我的生死 我担心沈佳怡 还没等总部彻底修好我的身体 就着急地跑了回去 一打开门 沈佳怡就红肿着眼睛 说陈子安救了她 成了植物人 问我有没有办法救救她 我不知道沈佳怡 为什么会认为 陈子安是她的救命恩人 我有些委屈 我张了张嘴 却还是将我救了她的花 咽了下去 毕竟保护她本就是我的职责 我也没有告诉她 我脑子里的那块芯片 可以救陈子安 因为没了芯片 我也会消失 我舍不得沈佳怡 就让我自私一回 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 第一次 我对她撒了谎 可沈佳怡最终还是知道了 知道我的芯片 能够让陈子安醒过来 于是 她把我骗到医院 亲手撬开我的头颅 拘走了我的芯片 在她看不见的地方 我彻底死亡 突然 一通电话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沈佳怡清了清嗓子 接起了电话 电话那头是沈佳怡的朋友 也是她现在公司里的合伙人王凡 佳怡 你家那个仿生机器人在你跟前吗 沈佳怡皱着眉 语气有点冲 没有 不知道跑哪去了 一周没回来了 王凡有点失望 在电话那边重重叹息了一声 机器人研发总部那边 有我的一个朋友 他说前几天总部运回了一个 想变成人类 但已经自毁了的仿生机器人 这个是最近热度还挺高的 沈佳怡手一抖 脸色窝得白了 你说总部有个仿生机器人自毁了 是啊 我记得你家夏阳 不也想变成人类娶你吗 我们可以开个发布会 让他出来亮亮相 接受采访 我们公司的市值 绝对会借助此事再上升一波 王凡 沈佳怡着急地打断他 有些磕磕绊绊地问 那个机器人 他长什么样 听我朋友说 那个机器人全身焦黑 血糊了满身 挺丑的 王凡戏谑地说 那跟你家夏阳是没法比的 沈佳怡松了口气 闭了闭眼 语气又冷淡了起来 我就知道 随即他又冷哼一声 就他那样还想出现在我们的发布会上 别到时候丢了咱们公司的脸面 就让他在外面疯 最好一辈子都别回来了 沈佳怡生气地挂了电话后 整个人靠在了沙发上 他暗了暗眉心 有些气恼 你说夏阳怎么这么不省心 要是他有你一半之心就好了 我内心发凉 他到现在都依旧觉得是我在任性 是啊 在他眼里 我一直都是任性的 记得有一次 陈子安说要给沈佳怡下厨 但他转身却点起了外卖 扔掉包装盒 谎称那些外卖就是他亲自做的饭 我揭穿了他 他却一副被冤枉了的神情 什么都没解释 拿起刀就开始切起了菜 还没等到他的漏线 就听到他倒吸了口气 随即露出了手上 被菜刀划出的口子 沈佳怡见了 立马心疼地含住他的手指 又转头呵斥我 夏阳 你没有证据就不要乱冤枉别人 一定要子安受伤了 你才高兴是吗 他心急地拉着陈子安 包扎那可以忽略不计的伤口 眼里的温柔神色 是我许久都不曾见到的了 陈子安趁着他低头的时候 转头对我挑衅一笑 我垂下了眼 我想 我应该不会在意 我闷头做起了饭 我想着 身体不好 他也吃惯了我做的饭 我现在把饭做好 嘉宜应该就不会生气了吧 但在看到沈佳怡 吻上陈子安手指的时候 我还是乱了心神 狠狠一个用力 我的四根手指差点被七七切断 顿时 血流不止 我居然会因为受伤感到痛了 我吓了一跳 案板也被我砸落在地 巨大的声响 使得两人转头看我 我举起手掌 心急地对着沈佳怡说 嘉宜 你看 沈佳怡却敷衍地看了一眼后 又继续处理着沈子安的伤口 我不甘心地又喊了他一声 他这回连头也没抬 有些烦躁地吼我 夏阳 你能不能不要再任性了 你知不知道你真的很烦人 你的伤用不了多久就会好了 在我这里卖惨起不了作用 我默默地放下了受伤的手 他不知道的是 我那次的伤花费了很久很久才愈合 而现在 沈子安握住他的手 一脸宽慰 我知道你是在担心夏阳 毕竟他陪了你那么多年 不过他这么做确实不太对 怎么能让你担心这么久呢 沈子安抨起沈佳怡的脸 期待地问 不过话说回来 佳怡 你什么时候嫁给我 我想名正言顺地陪着你 我愣住 原本以为已经沉寂的心脏 又开始泛起了无尽的酸楚 沈佳怡会嫁给他吗 沈佳怡顿了顿 紫安 对不起 公司现在处于关键阶段 我现在要以沈佳的事业为重 沈子安有些不悦 立马坐之身体 是真的以事业为重 还是不想跟我结婚 当年是我父母看你失事 逼着我跟你分手 我跟家里抗争了那么多年 好不容易说服了他们 才能回来找你 我为了你 还成了植物人 没想到 你居然没有想和我结婚的念头 难道只有我对那段感情认真了吗 子安 不是的 沈佳怡红着眼抱住了他 当年分手后 我一直都忘不了你 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 我怎么会辜负你呢 那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沈子安直视着他的眼睛 执拗地又问了一遍 沈佳怡无法回避 半晌开口道 等夏阳回来吧 他毕竟陪了我这么多年 也算是我的亲人了 婚礼的事也该让他知道 沈子安这才满意 那等他回来 我们就结婚 我要让夏阳 做我们婚礼的证婚人 沈佳怡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我看着沈子安 绞尽脑汁地想要和沈佳怡 结婚的画面 只觉得好笑 他终究还是害怕 我这么多年的陪伴 会在沈佳怡的心里 留下一次涟漪 可他不用这么在意了 我已经不在了 彻底威胁不了 他在沈佳怡心里的地位了 接下来的几天 沈子安一直住在 沈佳怡的家里 俨然成了沈佳的男主人 我死了 都还要看他们两人 从客厅到浴室 又到床上的亲密行径 沈子安自己不行 还要借助其他小玩具 来取悦沈佳怡 而沈佳怡居然也欣然接受了 让我已经不知 痛为何物的心脏更加麻木 这天早晨 沈佳怡刚刚结束完战斗 顶着一身暧昧的痕迹 习惯性地朝着厨房 喊了一声 夏阳 早饭做好了吗 久久没有回应 才让他想起 我还没有归家 他愤怒地抓了抓头发 谁给他的胆子 竟然还不回来 这家里都乱成什么样了 还不回来收拾 非得让我去逮你才行 是吧 看我找到你了 怎么收拾你 他叫上了沈子安 一起来到了机器人总部 我跟着他们 一路回到了这个久违的地方 当年 我懵懂地从这个地方出来 在归来 已经误视人非 沈佳怡使用超能力 找到了总部的负责人 一见面 就毫不客气地问道 你们总部 对每一个机器人 都有定位设置 你肯定知道 夏阳到哪儿去了 负责人官方的笑笑 我们这里没有 叫夏阳的机器人 在总部 机器人只有编号 没有名字 沈佳怡明显一愣 好像想到了什么 随即垂下眼 说出了存风已久的 我也即将忘记的几个数字 3061 我想知道机器人3061在哪儿 沈佳怡眼中带着些隐隐的期待 但更多的是对我的责怪 责怪我不听话 不好好的在家 给他和陈子安当牛做马 负责人只是微微一笑 但眼里闪过寒冷 你是问那个 想成为人类的3061 他已经自毁了 而听到这句话的沈佳怡 整个人都僵住了 他瞪大双眼 难以置信 不可能 他是仿生机器人 怎么可能会死 负责人却吃笑一声 流露出些许的轻慢 不知道是对我还是对沈佳怡 怎么不可能 仿生机器人即使在厉害 若是没了脑子里的那块芯片 体内的自毁程序就会启动 他 照样会死 沈佳怡震惊地后退两步 扶着旁边的墙壁 才勉强稳住身子 两久 他才寻回了自己的声音 他在哪儿 我想见见他 负责人带着他 来到储存我身体的地方 一路上 沈佳怡都勾搂着身子 好几次都站不稳 我不明白 听到我死了 他应该感到高兴才是 毕竟 他再也不用担心 我这样一个怪物 想取他的事了 很快 我惨不忍睹的身体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焦黑的面容 已经看不出我本来的样貌 皮肤上到处 都沾着红蓝色的血液 而脑袋上碗大般的伤口 十分猙獰 这模样 我自己看了都觉得恶心 但沈佳怡却在看到 尸体的那一刻 目光瞬间呆滞 他艰难地抬起腿 一步一步地挪到我的身体旁 扑通一下跪在地上 他那么厉害 怎么可能会死呢 他一边低声难难 一边颤抖着手 俯开我锁骨处的衣领 是三个字母 静静地躺在我的锁骨上 沈佳怡顿时僵住了 只有一颗颗眼泪 顺着他的脸颊 迅速地往下滴落 这个刺青 还是沈佳怡和陈子安分手的时候 我去闻的 那个时候 他急于摆脱那段 苦不开言的感情 想要洗去身上闻着的陈子安 似乎这样 就能让他忘记 他在这段感情里承受的痛苦 我也跟着一起去了 当着他的面文上了 是 我想让他知道 即使全世界的人都抛弃了他 我也会永远陪着他 嘉宜你看 这刺青就相当于硬张 记盖了张 我就一定不会离开嘉宜 傻夏阳 刺青那么疼 不疼 嘉宜忘了吗 我是不怕疼的夏阳啊 当时的沈嘉宜一颗感动了 眼泪和现在一样糊了满脸 不 沈嘉宜的嘶吼声 把陈子安吓了一跳 他上前想要扶起沈嘉宜 却被他猛地推到了一边 夏阳 我错了 我错了 你醒来好不好 沈嘉宜眼睛仗红着 一遍遍地擦拭着我的脸 你不是说会一辈子陪着我 永远不离开我的吗 你怎么能说话不算话 夏阳 你起来 我们回家好不好 我们一起回家 我看着面前疯狂的沈嘉宜 痛彻心扉 我曾经那么渴望地 想成为她的丈夫 期待她也能像我爱她一样的 给我一点点回应 可到最后 我的死却也是她一手造成的 甚至在我死后 我还要看着她和别的男人缠绵翡测 颠缆捣缝 为什么现在又要表现出 很爱我的样子呢 沈嘉宜 我以前真的很想成为真正的人类 然后按照你说的那样虚拟 可那个想一直陪着你的夏阳 已经被你亲手害死了 沈嘉宜想要把我的身体带回家 负责人拦住了她 总部有规定 自毁的仿生机器人必须留在总部 便于我们后续的观察 沈嘉宜紧紧抱住尸体 不肯退让 不行 她是我的 负责人嘲讽地勾起嘴唇 她若是变成了人类 总部就管不了她 可她还不是人 只差那么一点点 她就可以变成真正的人类 娶到她心心心念念的人了 沈嘉宜争住 夏阳她 真的可以变成人 是啊 对于她能否变成人类 总部也很期待呢 负责人叹息一声 可惜没有成功 对了 她那晚就可以成为真正的人类了 什么 负责人凑近了一些 摸上尸体脑袋上的伤口 一脸玩味 但她的芯片被你取走了 你杀了她 就在她即将变成人类的那天 沈嘉宜抱着尸体的手抖了抖 她闭上眼睛 痛苦地咬着唇 是我害了她 你想不想知道 她芯片里储存的记忆 负责人转头看向一旁的陈子安 有些恶劣地说 或许你能了解到很多 意想不到的东西 沈嘉宜跟随着负责人的视线 看向陈子安 眼里闪过一丝疑惑 陈子安惊恐地抱住脑袋 一直摇头 嘉宜 不行的 没了芯片 我又会变成植物人的 我救过你的 嘉宜 沈嘉宜摇摆不定的态度 让负责人气了一声 你怎么就确信是她救的你呢 沈嘉宜目光瞬间凝住 你什么意思 她又看向陈子安 她正低着头躲避着她的视线 嘉宜 我还有事得先走了 我回家等你 陈子安转身想跑 但负责人已经操控着按钮 将大门锁死 跑什么呢 不用怕 不取你脑子里的芯片 总部的每个机器人 都有独一无二的芯片 里面储存的记忆 都会传回总部 负责人打开一台装置 输入一串密码后 让他们看着前方的投影 看看吧 看看她都有哪些有趣的记忆呢 2324年 沈嘉宜八岁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 眼睛大大的 脸圆圆的 还扎着两个小啾啾 真可爱 嘉宜 你好 我是3061号机器人 以后就由我来陪着你了 2329年 嘉宜13岁 她遭到了校园霸凌 沈家父母出国了 那段时间 嘉宜总是沉默地回家 我偷偷跟着她 发现她被高年级的女生欺负了 我跑过去把她护在身下 自己承受着那些熊孩子的拳打脚踢 他们看我没受伤 被吓跑了 后来再也不敢欺负嘉宜了 你疼吗 嘉宜别怕 我不疼 2334年 嘉宜18岁 她高考完 父母还是没在身边 我知道她很孤独 于是拉着她一起在夜空下看星星 嘉宜在星空下说 希望我能变成人类 还给我取了个好听的名字 夏阳 好像有什么从那一刻开始 就变得不一样了 2336年 嘉宜20岁 她喜欢上一个叫陈子安的男生 为她练舞 为她摔断了腿 我背着嘉宜从山上下来的时候 她发烧了 嘴里一直喊着陈子安的名字 我有些难过 尽管我知道 那个叫陈子安的人不安好心 是个坏人 但我还是在安顿好嘉宜之后 把陈子安找了回来 带到了她的身边 她很开心 她开心 我也就开心 2337年 嘉宜21岁的时候 沈夫跳楼 沈母自杀 陈子安也向她提了分手 嘉宜很痛苦 也想自杀 幸好我拦住了她 机器人外壳被壮烈了一些 但没关系 只要能救下沈嘉宜就好 2341年 嘉宜25岁的那天 陈子安又出现了 他们争吵又和好 我替他们挡住货车 救下了嘉宜 也是这一年 嘉宜取走芯片 杀了我 屏幕上滚动着我这一生的记忆 画面最后 定格在我死前看见的两道拥吻的身影上 我转头看向沈嘉宜 她早已气不成声 负责人想要关掉屏幕 却被沈嘉宜抢走遥控器 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我的回忆 她牢牢地抱住我的身体 眼睛没有从屏幕上移开过 陈子安小心翼翼地走上前 还住她的肩 嘉宜 没想到让我醒过来的代价 却是让夏阳变成了这样 她不是想变成人类吗 嘉宜 我们就按照人类的习俗 将她好好安葬吧 你为什么骗我 沈嘉宜机械地转过头盯着陈子安 木然地问 你爸妈为什么说是夏阳推了你 又为什么说是你救了我 陈子安被她的样子吓到 她一边后退 一边慌乱地回答 可能 可能是我爸妈看错了 才误以为是夏阳推了我 我 我也真的以为是我替你挡下了货车 陈子安的解释苍白无力 沈嘉宜轻轻地将我的身体放下 直直地朝着陈子安走去 她眼里的疯狂让陈子安害怕 她拍打着大门 大叫着 来人 快放我出去 负责人像看戏一般地欣赏着这幅场景 然后装作不小心地从袖子里掉出了一把水果尖刀 我感到不解 她到底想做什么 沈嘉宜迅速捡起刀 奔着陈子安而去 是你 都是因为你 如果不是你骗了我 我怎么会拿夏阳的芯片去救你 那夏阳还会好好地陪在我的身边 死的为什么不是你 你把夏阳的芯片还回来 陈子安被吓得瘫软在地 只能惊恐地瞪着眼睛摇着头 沈嘉宜说完就把刀刺向陈子安的胸口 一下两下 血剑的到处都是 喷了沈嘉宜一脸 她音笑起来 趁陈子安还剩一口气的时候 又用刀扎向她的脑袋 熟练地割断头发 切开头颅 取出了那张满是鲜血的芯片 陈子安了无声息地倒在地上 眼睛死死地瞪着沈嘉宜的方向 沈嘉宜已然癫狂 她捧着芯片走到负责人的面前 颤抖着嗓音 芯片有了 求你就就下阳 我摇摇头 这又是何必呢 负责人摊开手 无奈说道 每张芯片都是独有的 一旦离开他们的身体 就在无价值 3061回不来了 沈嘉宜眼里的神采轰然倒塌 她无助地抱住我的身体哭泣 为什么 夏阳 你为什么离开我 负责人敲了敲桌子 皱着眉 眼里全是不耐烦 为什么离开你 这不应该问问你自己吗 沈嘉宜茫然地抬起头望着负责人 真正的凶手不是你吗 负责人直击灵魂的反问 让沈嘉宜痛苦地抱住头 她不停地敲打着自己的脑袋 嘶哑地逼问着自己 看着她这个样子 负责人也怒了 3061是我这辈子最得意的作品 它有着机器人的智慧与力量 也兼具人类的复杂情感 如果它变成了真正的人类 我的研究将会更进一步 负责人走到沈嘉宜面前蹲下 眼里泄出强烈的恨意 我在她身上倾注了太多心血 她本来可以变成人类的 却被你们这两个蠢货给弄死了 我怎能不恨 她又转头盯着我的方向 莫名地笑了声 3061 你不恨吗 我震惊地看着负责人 她能看到我 沈嘉宜也顺着她的视线看了过来 在看到我的时候 陡然睁大双眼 夏阳 她猛地向我扑来 却扑了个空 原来 我现在能被他们看见 却碰不着 沈嘉宜双眼通红地跪在我面前 想像小时候一样牵住我的手 但没有用 夏阳 对不起 是我害了你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救了我的是你 为什么要让我在失去你之后 才知道真相 沈嘉宜哭得像个孩子 她费力地撑开被泪水填满的眼睛 是我太蠢了 我竟然不知道 我原来爱的是你 这么多年的陪伴 让我习惯了你的存在 也让我下意识地忽略了你的感受 夏阳 我错了 其实我早就爱上你了 我闭上双眼 眼眶涌现泪珠 我终究是等来了沈嘉宜的爱意 可是 太迟了 3061 你恨她吗 负责人打断我们的谈话 又问了一遍 我低下头看着沈嘉宜 她微微颤抖着身子 但还是强迫自己抬起了头 我摇了摇头 不恨 负责人不可思议地大喊 你怎么能不恨她 是她害了你 将你的芯片拿去救了别的男人 我微微一笑 在我产生了变成人类的想法之后 这便是我的选择 落得这样一个结局 只能说明我的选择错了 这是我的命 怪不得谁 沈嘉宜擦干眼泪 张着干泪的唇 颤声问道 那你还爱我吗 我沉默了 在她袭击的目光中 我再次摇了摇头 不爱了 沈嘉宜的爱 在她死的那一刻也终止了 沈嘉宜眼中的神采熄灭 一瞬间像老了几十岁 她掀起苦涩地笑 这样也好 突然 她拿起水果刀 就要刺向自己的心脏 沈嘉宜 对不起 我来陪你了 我一惊 来不及思考 快速地朝她的手打了过去 啪 她手中的刀 竟然真的被我打落在地 沈嘉宜一愣 然后猛地抱住了我 沈嘉宜 为什么阻止我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 生命很宝贵 你是人类 更应该珍惜 我把她拉了起来 看着她的眼睛 扬起初见她时的那抹笑容 况且 保护沈嘉宜本就是我的使命啊 沈嘉宜崩溃地又哭了出来 我紧接着走到了负责人的面前 在她恨铁不成钢的眼神下 我伸手抱住了她 谢谢您 给了我生命 她的身子僵住 两久过后 才会抱住了我 下辈子再做人吧 我淡淡地摇了摇头 在她们惊讶的眼神中 我发现自己渐渐变得透明了 看来 我快要离开了 沈嘉宜站着身体 用衣袖胡乱地在脸上擦着 可越擦 眼泪掉得越厉害 下阳 你别走 若有来生 由我来护着你 陪着你 我释然地笑了 身体越来越轻 好像要飘散在这个天地之间 再也不见了 沈嘉宜 若有来生 希望我不会再遇见你 若有来生 我不想当人了 人类的情感 我学不会 我不知道在黑夜中沉睡了多久 只是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负责人周老的那张脸 出到了我的面前 他相比之前老了许多 怎么 第一眼见到的不是沈嘉宜 你很失望吗 我摇摇头 淡然地笑了笑 我挣扎着想坐起来 却发现自己全身上下 插满了管子 我这是怎么了 我为什么 又活过来了 周老按住我 别乱动 我才把你的芯片装了进去 芯片 竟然还能用 他神秘的笑笑 当然不行 我说过了 每张芯片都是独一无二的 但我也说过 总部有仿生机器人的记忆辈分 周老骄傲地仰起头 眼里充满了炽热 我想试试看 能不能把你的记忆 重新植入到一张全新的芯片里 然后 将这张芯片放入刚死的人类身体里 我在世 你会不会醒来 然后变成真正的人类 我愣住 这是一句人类身体 是啊 他一边回答 一边检查了那些管子 反复确认没问题后 又拿起了一个注射器 要等到一句 跟你完全契合的身体 可真不容易 这一等 就是五年 他说着 就将注射器里的液体 注入到我体内 现在 恭喜你变成真正的人类了 在周老张狂的笑声中 我依旧觉得不真实 我就这样 变成人类了 以前 我心心念念地 想拥有人类的情感 从而能成为人类 可等我现在真的成了人 我好像又失去了爱人的能力 那我现在变成人类 还有什么意思呢 接下来的几天 我都很颓废地躺在床上 不吃饭 不出门 把这句心得的身体 都折腾得瘦了一大圈 周老看不下去了 我救你 不是为了让你在这句身体里死掉 你给我滚去读大学 在校园里 给我好好体会一下 人类的感情 哦 不过周老 我只能顶着他给我安排的身份 成为了大一新生 新生报到的日子很热闹 我才刚走进校门 就被一个女生喊住了 她手里拿着厚厚的传单 温柔地笑着 同学 你是新生吧 要不要加入我们舞蹈社 我摇摇头 我不会跳舞 没关系 她硬塞了给我一张单子 指手画脚地比划着 加入我们就可以学了呀 我还是摇着头 将传单放回到了她手里 不好意思 我静止往前走着 她在我身后大喊 学弟 我叫何璐雪 你叫什么名字 我顿住 新生既然有了一副新的躯窍 那就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吧 新生 便是我对自己的期盼 刚报道完 新生们就被通知 要去参加一个讲座 我刚坐下 就听到周围的学生 在窃窃私语 听说这次座谈会的主讲人 是一个女总裁 可有钱了 我还听说五年前 这个女总裁的爱人死了 然后这五年里 她包养了很多 长得像她老公的男的 很多还都是男大呢 要不我去整个容 我也想被富婆包养 两个男生 几眉弄眼地开着玩笑 这个时候 主讲人走进来了 我抬头一看 瞳孔骤然收缩 怎么会是沈嘉仪 五年的时间 没有在沈嘉仪的脸上 留下太多痕迹 她反而变得更加雷厉风行 一双眼睛 毫无感情地扫了下全场 就开始讲起了今天的主题 我复杂地看着沈嘉仪 最终缩着身子 把自己藏在了人群中 我已经放下她了 既然已经决定重新开始了 还是不要互相打扰为好 但此时 那两个男生 又开始八卦起来 刚刚沈总描了下现场 是不是在看 有没有长得像她老公的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看来是没有了 哎哎哎 我这里还有沈总 和她的那些小交付的亲密照片 要不要看 两人说得津津有味 突然 一个手机出现在了我眼前 兄弟 一起看啊 尽管划过屏幕的速度很快 但我还是很清楚地 看到了照片里的沈嘉仪 她和各种男人做着各种不同的亲密姿势 唯一相同的便是 里面男人的长相都跟过去的我很相似 照片里 沈嘉仪对着面前的男性 或俯视 或下跪 或摇尾起连 或搔手动姿 我看着尺度越来越大的照片 感到震惊 照片慢慢划过 突然出现一个与我七八分相似的男人 她的胸口上被刺着下扬两个字 而里面的沈嘉仪 对着那个男人做尽了讨好的动作 沈嘉仪怎么会变成了这样 我感到了恶心 声声呕了出来 这边发出的声响 终究还是引起了沈嘉仪的注意 她目光发了 指示着我 这位同学 我讲的话是恶心到你了吗 我愣了一下 摇摇头 不是 也对 我现在的长相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她认不出我的 对不起 沈总 那是我男朋友 她今天有些不舒服 沈嘉仪身边的女生弯着腰道歉 那是 和露雪 她对着我小幅度地招了招手 示意我不要说话 既然生病了 就不要来听讲座 沈嘉仪的眼中没有一丝笑意 语气冰冷 免得把病传染给了其他学生 我这就带她去看病 和露雪拉着我路过沈嘉仪的时候 她还是不带一点情绪地看着我们 等等 沈嘉仪喊住我们 转头跟校长商量 但说是商量 却是不容置疑的通知 校长 这两位学生扰乱座谈会的秩序 应该受到些处罚 校长冷汗连连 事事是 沈总觉得该怎么处罚这两个学生 沈嘉仪笑了 这些话却是那么狠辣 就让他们去操场跑十圈吧 这么毒的太阳 十圈 我实在无法把面前尖锐的沈嘉仪 跟我过去认识的沈嘉仪联系在一起 也无法想象 她是出现在照片上的沈嘉仪 现在的她 让我感到陌生 还有厌恶 我气不过 转身想要与她理论 沈嘉仪却突然抓着我的书包 声音发颤 这东西 你哪来的 我低头一看 这不是我以前的芯片吗 招牢把它弄干净之后 说要收藏起来 留个纪念 现在怎么会挂在我的书包上 这到底是哪来的 她又问了一遍 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想要从我的脸上辨别出什么 我不知道 说完 我拉着河路雪就要走 却在这个时候 周老急冲冲地跑了进来 他朝我招手 脸上带着不怀好意的笑 夏仰 哦不对 新生 你东西忘带了 我乌语 看来刚刚芯片的事 也是他的手笔了 周老的声音不大不小 但足够让在场的人听到了 果不其然 沈佳怡满眼通红 眼眶迅速涌上泪水 她拉住我 眼里是视而复得的惊喜 夏仰 你是夏仰 被沈佳怡触碰到的手 就像攀附了一条滑溺的毒蛇 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我使劲甩开她 对着她说 我不是夏仰 沈总认错人了 在沈佳怡不可置信的表情中 我拉着河路雪跑了出去 没想到 沈佳怡居然追了出来 她拦住我 语气优越 夏仰 你为什么不理我 我知道你复活了 真的很开心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离开我 她寻寻善诱 一步步地逼近我 我等了你五年 我们一起回家好吗 此刻沈佳怡的热切 却只让我想起了照片上的她 我后退几步 眼里露出了些鄙夷 我说了我不是夏仰 我刚刚都问过周老了 她承认了 你就是夏仰 果然是周老搞得贵 身份被揭穿 我沉默了 沈佳怡却恍然大悟一般 你是不是还在介意陈子安 她已经不在了 你是知道的 你看到她被我 我终于没忍住 朝她喊出了声 沈佳怡 你这样真的让我恶心 沈佳怡脸色一白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夏仰 你吼我 你从来没有全名代姓地叫过我 她视线往下 看见站在我身旁的河路雪 瞬间发怒 你是因为她对不对 沈佳怡朝我们扑来 她疯狂的模样 让我下意识一推 沈佳怡踪了好几步 才站稳身子 她摇着头 流着泪控诉道 夏仰你变了 变得是你才对 我抿着唇 忍住反胃 我看过你跟那些男人的照片了 我一字一顿道 沈佳怡 是你变了 沈佳怡惊慌了一瞬 随即露出讨好的笑容 那你应该也看到他们的长相了吧 他们都长得像你 这不刚好证明我爱你吗 我知道了 你是介意他们的存在是吗 我可以把他们都赶走的 我只爱你一个人 我震惊地看着沈佳怡 不明白她是怎么说出这些话的 沈佳怡 夏仰已经死了 我不爱你了 过去的都让她过去吧 我牵起河怡惊的手 与她食指相扣 我有喜欢的人了 希望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了 河怡惊也十分配合地依偎在我肩上 我牵着她 不管身后的沈佳怡如何咆哮 头也不回地走了 等我向河怡惊解释清楚之后 我就找到了周楼 我问她为什么要把我的身份 透露给沈佳怡 她却说看不惯沈佳怡 害了我还能够得有滋有味 她就是要让沈佳怡看见我还活着 但是再也不能得到我 我问 那你怎么知道 我不会继续爱她 还想要跟她在一起 周老笑了 我知道你的脾性 顿了顿 又说 但如果你依旧选择爱她 那就算我这五年错付了吧 我看了看她的白发 对着她笑了 我肯定是不会让你这五年的头顶白秃的 我回到学校的时候 我勾引沈佳怡 两个女人一起争抢我 我是个男狐狸精等等八卦层出不穷 河怡惊为了帮我 就谎称我是她男朋友 说我压根不认识沈佳怡 还利用她爸的关系把热度压了下去 我很感激河怡雪 她却趁机说道 那你加入我们武社吧 就当做你的谢礼了 她一脸期盼 我只好点头答应 河怡雪带着我一点点的从基本功开始练起 原本以为从没跳过舞的我 曾是机器人的我 在跳起舞时会四肢僵硬 但没想到 我会顺畅地进行着各种跳跃旋转的动作 我感受到了在沈佳怡身边从没体会过的自由 以前 我收到的指令都是建立在沈佳怡之下的 但是现在 我好似真的在为自己而活 一舞完毕 河怡雪递给我一只冰淇淋 我的眼睛就是吃 我就觉得你手长腿长的 跳起舞来一定会很好看 看着眼前明媚的女孩 我心里泛起了一丝感动 谢谢你 忽然 一道尖锐的声音打破了此时的氛围 夏扬 你怎么能吃这种垃圾食品 紧接着 啪的一声 我手中的冰淇淋被打落在地 抬头看 又是沈佳怡 这是国外最好吃的巧克力 你尝尝 她拿着一盒巧克力递到我面前 又嫌弃地看了一眼 递上那摊冰淇淋化成了水 以后这种平民食物就不要碰了 吃了会生病的 我想起以前我对着人类食物 表露出一丁点向往的时候 沈佳怡总会讽刺我 说我一个机器人吃什么东西 吃了也是浪费食物 她现在一副为了我好的模样 可我只是看到她都觉得厌烦 这吃了怎么就会生病了 我吃了那么多回 也没见生病过 和露雪生气的指责 我看你就是自私 见不得心生好 沈佳怡轻蔑地打量着她 难怪一副穷酸样 就是肮脏的东西吃多了 我一把打掉那盒巧克力 将和露雪护到了身后 肮脏的东西我没吃几样 肮脏的人 面前倒是有一个 夏阳 你居然为了这个女人骂我 沈佳怡脸色铁青 充满了愤怒 你不能这么对我 和露雪拉拉我的袖子 别管她 我们去练舞 练舞 沈佳怡又尖叫一声 张开双手拦住我 眼里全是责怪 夏阳 你怎么能去学 这么不入流的玩意儿 她斜腻着和露雪 嘲笑道 这在古代 就是拿来勾引人的 夏阳你不要自讲身份 古不古代 我不知道 勾不勾引人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 你在照片中 勾引男人的模样 看起来也是游刃有余 青天白日地 戳破了照片的事情 沈佳怡恼惩怒 我看就是这个贱女人 靠着这些下流的手段 勾引了你 不然你怎么会这么对我 看我不收拾她 沈佳怡抬起了手 想要扇和露雪 我一把挡在和露雪面前 顺着力度推了她一把 沈佳怡被我推倒 脸上还是一副茫然的神情 似乎没有想过 我会对她动手 我冷着一张脸 对这个我陪伴了十几年的人 再也没有了耐心 我将她曾经对我说的话 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 沈佳怡 你知不知道你很烦人 似曾相识的话 让她呆愣在原地 舞蹈社门口 已经聚集了不少的大学生 他们对着狼狈的沈佳怡指指点点 沈总这是追爱不成 被拒绝了 我觉得心生还是跟和露雪 更配一点 沈总虽然有钱 但是年纪太大了 我刚刚看见她还想动手 真是仗着有钱 就无法无天了 任佳怡对恩爱的小情侣 她愣是想要拆散别人 沈佳怡脸色煞时间变得煞白 她大喊 闭嘴 她本来就该是我的 我看着面前疯狂的沈佳怡 心情很复杂 我叹息一声 沈佳怡 你走吧 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我们都有各自的人生要果 以后桥归桥 路归路 再见就当做陌生人吧 沈佳怡面容扭曲 双目怒争 凭什么 你陪了我那么多年 怎么能说不陪就不陪了 我绝不允许 我不再理她 摇头离开 再次听到有关沈佳怡消息的时候 和露雪正拉着我逛街 自从上回的事情发生后 她总是对我露出心疼的眼神 时常关心我吃了梅 睡得好不好 现在还拉着我出来 说要给我挑选衣服 我看着正耐心 给我比对着衣服的和露雪 一股暖意涌上心间 已经很久没有人 这么关心过我了 在以前我还是机器人的时候 沈佳怡只会问我 饭做好了吗 递扫了吗 再要不就是快去做饭 快去扫地等等字样 沈佳怡从来没有把我 当成一个平等的人看待 而和露雪不一样 她能理解我的感受 会询问我的看法 尊重我的意见 在她这里 我才真正觉得自己像个人 我走到店门口 大街上的屏幕 正播报着沈氏企业的消息 由于沈佳怡 包养众多男性的丑闻 被爆了出来 她苦心经营的公司形象 一落千丈 而现在 公司的负责人 沈佳怡居然不见踪影 我平静地看完 屏幕上的新闻 内心毫无波澜 沈佳怡与我 已经没有一点关系了 心一声 我转过头 和露雪已经买好了 她提起装衣服的口袋 向我晃了晃 笑得很开心 这件你穿上 绝对帅翻了 她走到我旁边 也看到了屏幕上的新闻 和露雪没有什么其他反应 只是拍了拍我的肩 宽慰我 既然你现在叫新生 说明你已经决定 跟过去斩断联系 新生新生 那就开始迎接新的生活吧 我看着和露雪 她的眼睛亮亮的 里面充满了朝气 让人一看 就不自觉沦陷其中 我对着她 弯起了眉眼 然后主动牵起了她的手 在她惊讶又窃喜的表情中 我拉着她走出了店门 街上 和露雪一边晃着我们 握在一起的手 一边计划着 我们之后的约会地点 我只是安静地听着 都感到了幸福 突然 耳边响起了一阵 急促刺耳的声音 我转头一看 居然是沈家仪 驾驶着一辆小轿车 向我们冲了过来 她心红着双眼 神情癫狂 操控着方向盘 直冲我们而来 我转头想要推走和露雪 但没想到 她的速度更快 她反手一推 就将我推出了 轿车的冲撞范围 砰的一声 轿车撞上了和露雪 刚买的东西 散得到处都是 和露雪也被撞出了 几米远 我跌跌撞撞地 跑到她身边 她的额头 手臂 到处都有擦伤 血争慢慢流淌 我愤恨地看着始作俑者 她早已被围观群众压制住 沈家仪大笑起来 一脸得意 死得好 谁让她把你从我身边抢走了 要不是她 你就不会离开我 还会像以前一样 永远地陪着我 我不理她 等着救护车来了之后 跟着一起去了医院 等医生说 没什么大问题的时候 我才发现 自己竟出了一身冷汗 此刻 我的心里 有感动也有后怕 没想到有一天 自己居然也会成为 另一个人的第一选择 看着病床上虚弱的和露雪 我拿起电话 打给了她的父亲 上回和露雪 利用她爸的关系 来压八卦热度的时候 我才知道她的父亲 就是当初让沈家破产的人 之前沈家仪利用我给她的技术 不仅成功让沈家产业死而复生 还因有了压制和家的趋势 她不就仗着那技术 是沈氏独有吗 那现在 和家也可以有 和服速度很快 先是利用舆论 将沈家仪的恶性 都揭露了出来 又因为拥有了我的技术 沈氏不再一家独大 而沈家仪因为撞了人被逮捕 根本无暇顾及沈家 沈氏濒临崩溃 离破产也就一不之遥 而周老那边 依旧对沈家仪当初 取走我芯片的事耿耿于怀 于是把沈家仪 同死陈子安的视频 交给了警方 沈家仪再接难逃 最后经过警方的查证 沈家仪被判处了死刑 在她行刑前 我去见了她最后一面 沈家仪面容憔悴 隔着一块玻璃 与我对望 最终是她掀开了口 夏阳 我叹了口气 我不是夏阳了 我现在叫新生 沈家仪愣了一下 眼泪猝不及防地就流了出来 不 你必须是夏阳 她紧紧抓着电话听筒 满脸脆弱 失去夏阳 我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沈家仪 你醒醒吧 夏阳已经死了 在你为了陈子安 挖出我芯片的那一刻 我深呼吸一口气 平复了下情绪后 才说到 沈家仪原来我是恨你的 我原以为自己不会在意 甚至在灵魂快要飘散的时候 都以为自己不恨沈家仪 可现在 我才真正想清楚了 我恨沈家仪 恨她那么轻易地 就相信别人说的话 恨她不顾我与她 十几年的陪伴 硬生生地挖走了我的芯片 沈家仪颤抖着嘴唇 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 你说你不恨我的 陈子安 陈子安已经被我杀了 她慌乱地开口 夏阳 夏阳你不要恨我 我是爱你的 我替你报仇了 我轻轻摇了摇头 眼里全是失望 沈家仪 我看不懂你的爱 你当初以为陈子安 是你救命恩人的时候 你爱他 然后进行践踏我 伤害我 后来 你知道陈子安骗了你 我才是真正救了你的人 你就变了 我皱着眉 感到疑惑 你忽然就想起 我十几年的陪伴了 忽然就爱我了 然后打着 为我报仇的名号 转身就毫不犹豫地 杀死你爱过的陈子安 我冷冷一笑 觉得讽刺 如果这就是你所谓的爱 那这爱可真廉价 也让人感到害怕 沈家仪摇着头 颤抖着肩膀 是你说过 要一直陪着我的 现在却为了 那个女学生抛弃了我 她的眼泪 始终不断地 从眼角落了下来 斯雅的哭声是那么的苦涩 我做的这一切 都只是想让你回到我身边 有错吗 我摇头否认 不关任何人的事 是你先失信的 是你亲手将我 推到了你的对立面 我希望你能明白 别再打着爱的旗号 随意伤害其他人了 我和她都沉默了 沈家仪低着头 不再看我 只有她的抽气声 还缓慢地从听筒里传来 沈家仪 我最后唤了她一声 这次是真的再也不见了 沈家仪再也忍不住 双手捂住脸 彻底痛哭了起来 等我走出监狱后 心里依旧沉闷 此时 河露雪给我打了电话 她抱怨着 新生 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呀 我觉得我好得差不多了 但他们还是不让我出院 你来的时候 能不能给我带杯奶茶呀 对了 我还想要一个小蛋糕 她嗓音带着笑 有些不好意思 如果可以的话 再给我买些辣条吧 这医院里的饭菜 实在没味道 等我彻底好了 我还想吃 我安静地听着她的叙叙叨叨 唇边渐渐展开一亩笑容 我想 人类的情感 我还是学不会 就像现在 我明明应该担心她的伤势 却还是在听到她谈论起各种食物时 感到了甜蜜和幸福 尽管人类感情复杂多变 但这次 我愿意学 全文完